大使館一個警惠失望,三個使館人受傷,中方被援責事件,應提出交涉 有民族警告,爆炸發生後,冒出大量濃煙,酒店一邊外長,低伏地罩位 由於中國駐東地大使館為酒店最高兩層,新華社報道,市館部分房間受損,由中方人員受傷送緣 預測的是首東摩加利沙一間高級酒店,警方說一個自殺性襲擊者,駕駛在滿站的貨車,衝行酒店內大閘,人發爆炸,至少百間防水位 死者多數是平民,還有幾個酒店補充,另外一個暗地硬暗因,受傷 酒店距離機場只有大約五分鐘車程,是根地最安全的酒店之一,潛油房包場 出示了外國政要和暗因,亦要出入,中國最根地大使館去年10月復活之後,在那間酒店辦公 外國政要和卡塔利大使館都設在酒店裏面,和阿爾蓋達有聯繫的武裝組織 宋馬利青年黨承認分動襲擊,說要報復非洲聯盟部隊,和宋馬利政府近期在南部前照青年黨去點,又說酒店裏面的西方大使館支持當局的前照分動,所以成為責任目標 南部356,416,219,219,419,220,319,419,421,221,664,420,425,560,560,425,560,420,720,325,760,420,725,960,870,121,960,470,870,860,中國領執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